为什么库里跳得很低,却能投得更高更远? 为什么威少西蒙斯身体天赋更好,爆发力更强,却经常投短打铁? 要明白one motion的底层原理,我们必须理解两个数据 第一是出手时球速高达10米每秒 我们知道H等于微方除以2J 像库里这样只跳10厘米,离地时的最大速度就只有1.4米每秒 只占球速的14%,几乎差了一个数量级 很多人喜欢把one motion简单归结成一个推子 然而如此高的球速绝不是靠上肢肌肉的强力收缩就能达到的 实际上,越是大力推球,大力收缩拱三头肌 就越容易挑手卸力,旋转无足 这一点相信每一个经常投篮的同学都深有体会 第二个数据是出手时手腕的角速度 库里高达3000度每秒 它的转速如此是快,甚至很难找到不糊的影响 如此高速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认为靠的是甩鞭效应 鞭子在甩动过程中会逐节静止 由于动量少横,上一小段的动量会传递到下一小段 无限多小段的动量做个积分,理论上最后一段的速度会趋近无穷大 现实情况中,虽然受限于鞭子的质量和长度 鞭烧速度仍然超过了音速,形成音爆 甩鞭效应在棒球中更加明显 MLB的球速记录高达37米每秒,约168千米每小时 比库里的球速还高4倍 有了物理上的指导,one motion要领变得非常明确 大臂,小臂和手要柔性连接,完全放松 肌肉不处于任何形式的收缩态 然后像鞭子一样甩出去 很反直觉,不是吗? 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直到看到了这段采访 实践结果也是如此,柔软的上肢逐节甩动会使末梢的转速变得很高 我可以毫不用力的投出超高弧线 不,还没结束,前面都只是猜想和亲身体会而已 我无法就这样说服自己 因此我提取了库里关节的角速度数据 可以看到,在release阶段肩关节和肘关节均为匀速运动 说明肌肉没有大力收缩,是非常放松的 同时肘关节的角速度约等于3倍的肩,9倍的宽 和甩边模型契合度很高 反过来,上肢只要易主动发力 肩关节的角速度就会骤降 三级放大关系也会被打破 最后,甩边效应并不只存在于投掷的运动 拳击和羽毛球中也有大量应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简介中的外链 关注灵天赋更多底层细节